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人 李宗人 蒋介石 才重启卢汉 与李宗人代总统结果小仇 因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 卢汉受蒋介石案中指使出兵乾桂边境 给桂系施加压力 迫使李宗人从湖北抽回净旅回访老家 结果桂系很快失了败场 但如今 卢汉的同情心在李宗人一边 李宗人两次给毛人奉下令 释放被关押多年的张学良 杨虎成两将军既许多爱国进步人士 就足以表明他顺从于情 政治上开明 令卢汉钦佩 为了与李宗人消除前嫌 卢汉听从了滇军前卑里根源的建议 在李宗人飞抵昆明的那一天 下令动员进十万群众 上街赛格在武欢迎 并腾出自己住的武华山上光复楼宫李宗人居住 这让李宗人大喜过望 感到卢汉很尊重自己 过去的嫌隙如今不必再起了 连日里 他接见了云南各界知名人士 天极国大代表的 一天 几个从台湾凤毛人凤 毅令飞往昆明 专为刺杀李宗人而来的特务 他们住进一家私警小旅馆里 着手安排刺杀行动 准备在夜间潜入戒备森严的武华山风景区 对卢汉关底里的李宗人实施袭击 不想他们的神秘行踪 引起吕店段老板的怀疑 段老板本是保安司令部的县人 因他的大学生儿子参加反战反抢活动 被特务抓走 而特别痛恨国民党特务 上面也一再交代 近日发现刑际可疑的人 必须立即报告 于是段老板将郑保处龙处长做了汇报 龙处长是卢汉的心腹 他亲自带领军警押走了那三个特务 审讯中用表情 特务被迫交代了潜入昆明的目的 龙处长大为震惊 立即禀报卢汉 卢汉也很震惊 他下令将三个特务秘密活埋 对外则保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